美股暫時仍是用周期去講 其實應該是比中港股慢的一格 即是說 當中港股早一個小 cycle 可能早兩個月 債券市場已經站穩 接著你見現在股市的信心都開始回來了 現在慢一格 我們在等待 可能美國市場那邊是債券市場 首先要確認站穩 其實某程度上債券市場開始站穩 總之你剛才提到的 可能很多不同的消息 說收水 或者究竟怕不怕數據又再扯高息率呢 我自己就不是去到那麼擔心 因為其實就有 因為現在講的很dynamic 有幾樣東西要丟在一起看 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會見到美國的十年期息率 或者叫做美匯指數兩樣東西 其實整體來說 大家都開始覺得很大機會是見了一頂回落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之前只要你的息率一回 或者叫dollar index兩樣東西都一回 你看到那些科技股 那些增長股就開始由錢去撓的 坦白說做AM的 做資產管理的 會眼紅的 你看到很乾嘛 由高位跌了七八成 但是那些人去撓 是很多錢走了進去撓 應該那些不是散戶的錢 那你會覺得 大家不是看表現去決定買賣的嗎 但是誰知道跌了八成 都有很多錢去撓 就是跌得夠多 是吧 但是通常跌得夠多 但是那些人都說 但是他真的做得很差 有underperform同行 但是都很多錢去撓 但是不要緊 我想借這件事去說就是 其實我們看到經濟面 其實整體來說不是太差 股票 或者叫做股市面 其實市場資金正在變動著 就是過去一個多星期 最明顯就是剛才說到的 錢去抄底一些增長股的概念 第二 但是反過來 剛才節目一開始都有幾隻股份看到 Walmart那些 簡單來講 跟通脹相關概念 受惠概念 之前拿來做避風港的一些板塊 例如可能消費零售的板塊 所以就開始有資金退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會這樣看 一個小總結就是 我們覺得美股 你當S&P的話 現在就是反彈回去一個 大概過去一年左右的頭肩頂的項線來的 在這個項線位 其實我們星期一晚的時候 都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預計這百多點 就是上落這百多點 應該要磨一陣先的 因為現在未確認到 上不上得上項線 還是要下 很明顯市場現在是在角力這件事的 如果它再向上 如果上到四千二百多 其實你如果做淡的朋友就要小心了 做淡的朋友就要小心 可能要想一下是否要被夾要走的 但是你反過來 你向下突然間發覺 四千點都要再次殺穿 那你自己做風險管理 但是整體來說 我自己最近都有跟 無論本地還是世界各地的 有些不同的基金經理 在那裡聊天 簡單一點 用一個比喻 我借回一個 local 的一個朋友在那裡說 就是說 如果現在叫我們去做淡 或者叫他去做淡 洗淡的 就等於當年三萬多的時候 叫你大膽一點去做好一樣 就算剛剛另外大行銷就出來說 其實他講完很簡單 其實我都不肯定那些東西是升還是跌的 我只是猜的 對吧 提醒大家 是的 有可能是超級風暴 但我不再重提了 因為上個一兩次都說了 如果是超級風暴的 到時候大家會擔心的 不是股票 即是不是自己那麼簡單 是的 就是這樣